在拍摄了失忆的带荧幕处女作《异形三》后,导演大卫芬奇重新回到了自己擅长的广告圈。 沉寂多年之后,他重出江湖,用一部《七宗罪》,成功地将自己在广告中献明的大卫芬奇风格移植到了带荧幕上,为大家带来了一部反好莱坞套路的犯罪嫌疑片。 在《七宗罪》中,我们已经可以出现许多大卫芬奇日后经常使用的极富个人美学的风格。 首先,是大卫芬奇钟爱的暗色调。 大卫芬奇的作品以暗色调为主,在保持高对比度的同时,压低了画面的整体亮度,但拥有非常丰富的暗部细节,是大卫芬奇自广告以来的一贯特色。 第二点,是对暗蓝色和暗黄色的偏爱。 众所周知,大卫芬奇非常喜欢偏暗的蓝色调,在一些室内场景中,他则钟爱黄色色调。 作为名艺术家,大卫芬奇在色调的蓝色和黄色色调的追求上,可谓是做到了极致。 而往往将某件事情做到极致时,这将为导演的作品增添浓郁的个人风格。 而为了达到这样的风格,不仅仅是导演的一句话的功夫, 这同时也包含了摄影、灯光、美术、道具等各个部门联合努力的成果。 大卫芬奇是一个极致的细节狂人。 一场简单的对话戏可能设计好几十个不同的镜头, 而相同的镜头可能会反复拍摄好几十遍, 而使这些表演成为演员的一部分本能。 这对于摄影和剪辑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在拥有大量素材的情况下,剪辑便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分歧的作品中,剪辑的节奏、镜头的使用都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即使是一场简单的三人对话戏, 每当出现新的讯息或者人物的情绪发生变化时, 都会切换到一些新的镜头。 这些镜头就像不可排中的大王在最关键的时候打出, 而且仅仅使用一次, 这样才能在视觉上给观众造成十分强烈的冲击。 另一个体现大卫分歧细节狂的地方是在于它的摄影风格。 七宗最全篇绝大部分时候都选择相对稳定的运镜。 画面是定镜头,或者是一些稳定的轨道,摇臂镜头。 唯一采用手持镜头的部分是在米尔斯探员与嫌疑人的追逐戏中, 以及后面我们会细聊的What's in the box? 盒子里是什么?这一经典段落。 在观众适应稳定镜头之后, 加入了非常晃动的运动镜头, 以此造成的反差表示对局势失去控制, 人物内心的不稳定。 在影视创作中, 有个经典术语叫做 Less is more, 直译为少就是多。 在影视中经常会被理解为, 看不进的东西反而是容易让人感到恐惧的东西, 而这一创作理念在七宗最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他拿了一刀, 然后他做了一刀, 然后他做了一刀。 他做了我做了一刀。 他把那刀放在我。 影片中的凶手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 精心设计了几场极具宗教隐喻的谋杀。 尤其在前几场中, 影片没有通过大量血腥的场景直面展示凶手的残酷, 而是通过对话、 证物等小细节一丝丝的向我们展现凶手的残酷。 What's in the box? 盒子里有什么? 这个外语梗其实也来源于此。 在影片的高潮部分, 快递员送了一个神秘盒子给米尔斯探员。 萨默塞特探员先一步打开了盒子。 从他的神情, 观众可以感受到盒子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芬奇从未展示过盒子里有什么。 看过电影的观众都知道, 盒子里是米尔斯探员妻子的头颅。 试想一下, 我们在画面中看到格温尼斯帕特洛的头颅, 那是怎样冲击力爆炸的画面, 而芬奇没有这么做, 我们的视角反而跟随着米尔斯探员一起, 在凶手一步一步抽丝拨紧的自白中, 我们才慢慢了解到了真相。 而不可置信的米尔斯, 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盒子里到底有什么。 大卫·芬奇在之后的采访中也有提到, 如果一开始, 观众随着萨姆赛特探员看到了盒子里的头颅, 那么之后, 凶手与米尔斯探员的对话将会被大大的削弱, 因为观众已经知道了答案, 在这里, 凶手循环渐进式的解答过程, 反而缺少了惊喜与震撼。 而在米尔斯探员渐渐渐失去理智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注意到, 当镜头切换到米尔斯或者萨莫赛特, 都是采用手持的非常晃动的镜头, 表示两位主角对局势失去控制, 而切换凶手时, 采用的都是定镜头, 表现了他平静的心境, 同时采用了仰视的视角, 以及凶手周围如圣光般的光运, 无不再暗示着凶手离他神圣的目标又进了一步。 以静于动, 平视于仰视, 这场戏通过一些非常简单基础的电影技法, 将电影的悬念提升到了一个顶点, 成为大卫分歧的经典电影场景之一。 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是绝望的, 悲观的, 其实不然, 电影的结局, 凶手完成了自己所谓的七宗罪, 米尔斯探员也被带走, 结局不得而知, 而影片真正的主角, 萨莫赛特探员, 则代表了黑暗中的那一丝丝微光。 在观影的前半段, 我不止一次地发出疑问, 本片真正的反派到底是谁? 是那个凶手吗? 直到凶手在车上对这个城市的堕落不堪发出控诉, 我才意识到, 原来这整个城市都是反派。 虽然影片是在常年不下雨的洛杉矶拍摄, 但是, 芬奇利用抢妹的手法, 将它变成了一个寒冷, 阴郁, 大雨不止, 充满堕落的东部城市。 影片中, 也不断展现出人们对这里的厌恶, 萨莫赛特面临退休, 他只想赶紧结束这份工作, 然后逃离这里。 影片中, 他坐上出租车, 司机问他你要去哪, 他的回答是, 而在与年轻气盛的米尔斯探源一家的相处中, 他仿佛慢慢地燃起了希望, 即使这座城市如此的破败不堪, 总是有着年轻的灵魂怀揣着梦想来到这里, 慢慢地将它变好。 于是, 在结尾处, 当再被问到要去哪里时, 他说, 这一前一后的呼应, 也代表了萨莫赛特探源内心的变化。 七宗罪的结局, 萨莫赛特引用了海明威的一句话, 这再一次强调了他自身内心的变化, 而有趣的是, 这不是导演大卫芬奇最重要的结局。 好莱坞绝的采用本剧本时, 曾提出建议修改成为一个更阳光更积极的结局, 遭到导演大卫芬奇的强烈反对, 当时还只是处处茅庐的小导演的他的艺术坚持, 自然是无法得到好莱坞之编长的认可的。 好在, 当时的两位主演布拉德·皮特和摩根·弗里曼力挺芬奇, 才使得原版结局得以保留。 即使如此, 坊间依旧流传着, 电影曾拍摄了多个备用结局的传闻。 其中一个已经被证实的不同结局是, 盒子里装的并不是米尔斯妻子的头颅, 而是他爱犬的尸首。 还有一种结局, 萨莫赛特抢在米尔斯之前开枪打死了凶手, 使凶手的七宗罪无法得到圆满。 最后还有一个结局, 传闻也是芬奇导演自己最喜欢的结局, 高潮前半段与正片相同, 发现自己的妻子与还未出生的孩子, 遭到残忍杀害的米尔斯, 情绪失控, 开枪打死了凶手。 影片在此处切至黑屏, 就这样结束了。 这样的结局其实更加的分歧, 也再一次印证了之前提到的少即是多的运用, 留给观众大量的想象空间, 而相比电影正片中的结局,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个结局呢?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也不要忘了订阅关注我们的CN马拉松,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适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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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讯。